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正正是下午茶時間 我們一起沖杯靚的咖啡 坐下煮劇,剝化身 在家都可以很快樂地享受人生 度過這個嚴峻的疫情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去分享飲咖啡的樂趣 我買了一部新的咖啡機 咖啡機本身的按鈕非常簡單 有兩個按鈕,小杯大杯 這個就是開出來,入一個capsule 這個capsule大概4.5-5元一個capsule 就可以沖到一大杯咖啡 我準備了一個奶 這是普通的溫室奶 未開之前可以放溫室 我都放了多久的時間 但你開了之後喝了就要放雪櫃 接著我也是買了同一個牌子的蛋奶機 這個蛋奶機非常簡單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櫃子 裡面有一條蛋公 這條蛋公是可以打奶泡出來的 你也可以打一些沒那麼厚的奶泡 接著蓋回蓋,蛋奶泡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開始沖咖啡了 沖咖啡的方法也很簡單 咖啡壺後面有這個給你入水 記住,入的水最好是乾淨水 而且是煲過的水 因為它本身的咖啡 是不會幫你煲滾水的 我就用一個煲過的 我叫做凍滾水 每次用完我就倒了水 洗乾淨一盒 這個放在後面 扣緊它 這個位置是給你放一隻杯 因為我要倒了咖啡 所以這個杯本身 我就放了熱水 先浸暖這個杯 才開始沖咖啡 我要求挺高的 我不想咖啡冷了 這杯浸暖了 大概一分鐘 我就把水倒了 杯就暖了 接著我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讓你放一杯 如果你說我放一隻大一點的杯 那怎麼做呢 這個做法就是 擺高這個 你可以放一隻大杯 我現在只是沖小杯 所以我就放一隻小杯 這個capsule 你可以買很多類型的capsule 你可以上去官方的網站 通常一條就是十粒 大概四十幾至五十元 有些是貴一點 五十元十粒 即是五元一粒 就可以沖到一杯大杯咖啡 放回這個位置 來吧 蓋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上高這兩個按鈕 如果你兩隻按鈕 一同按鈕 就會開啟 它會斬大約十至二十秒 然後就會停了 不再斬的 你就可以按其中一個按鈕 就是煲咖啡的了 這樣就停了 這個是小杯 這個是大杯 第細杯就會比較濃 因為少一點的水 大杯就會比較淡 現在的機器就開啟了 有些聲音 你看到咖啡就在這裡走出來 我一聞到很香的咖啡味 我現在就打一個奶泡 我用這個打奶泡的奶泡機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裡有一粒東西 我拿了這粒東西出來 我就不想打這麼稠的奶泡 我就把這個圈圈拿出來 這個蛋公圈 你就可以放進蓋子裡 不要太緊 這個東西就放進去裡面 有一粒鐵石 黏著它 我用來打奶泡 剛才給大家看到 那粒東西是放進去 這樣你可以打奶泡 我放進機器裡 現在我就倒一小杯的奶 那這個奶呢 那這個奶呢 就開始櫃拿出來 有少許冷 那我就倒進去這個位 你看到呢 我就倒了大概這麼多的奶 上個月有一個marking 那個marking 是寫字maximum 我放進機器裡 然後我關上蓋子 那你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打冬奶泡 或者熱奶泡 那熱奶泡呢 就按一下 冬奶泡呢 按大概十秒 因為我打了熱奶泡 所以我按一下 那我就要開始打奶了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就開始 打奶了 打奶了 打完之後呢 它就會停下來 自動了 這個奶我先放進雪櫃 那我就停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奶泡就打了出來 那我現在沖咖啡 那這個咖啡呢 就是剛才打了我的咖啡 然後呢 我們就 倒這奶下去 那你可以先等一等 那些奶泡先沉低了 那你慢慢倒下去 那奶泡不夠厚 那些奶泡不夠厚 那所以就起了少許的花 我就拉不到花 用紅狗技術拉花 這個東西呢 就是非常之繁 你打完奶泡之後呢 你拿開這個 就放下去 用熱水浸一浸 洗掉它 這個也是一樣 就用熱水浸一浸 洗掉它 你盡快用熱水浸它 因為奶是很容易很容易 自生細菌的 那我就倒了熱水浸 倒了熱水浸 待會再洗 好 現在我們是時候 限咖啡了 我們有些Warnut 然後有些花生 然後喝咖啡 喝杯 最好大家就開了電視機 在一道美麗的電影 一起和大家享受咖啡 接下來這個是沒有咖啡之下 我就按一大杯水 目的是洗乾淨它 中間那條沖咖啡的頭 那些水有少少的咖啡漬 當然那些水是倒進去的 這個咖啡漬 這個咖啡漬 你已經是用了 中間有很多孔 這個咖啡漬 讓它暖 冷一點 我們就放雪櫃 因為這間公司 如果喝了咖啡漬 你也可以拿回去環保回收 門市會幫你收回 當然這些東西我都會洗 後面這個瓶 我都會洗 這兩個咖啡也是一樣的 一起按 它就關掉了 當然洗這個奶盆的時候 上面可以洗 下面就盡量不要濕水 所以洗的時候要小心點 洗乾淨 抹乾淨了才好 擺好